一个人学博呢 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 就是不要啊 不要就是把自己啊 那个缠住 我们说我们在人间呢 总是是是非非啊 被是非所缠绕 那么被是非所缠绕的人呢 就是不懂得珍惜啊 因为你没有珍惜自己的生命 这么短 你还在是非当中搞来搞去 你想想看你的生命多短 你要知道 你的未来还有啊 对不对啊 你的过去 你以后还有未来呢 就你的心胸要怎么样的宽广 像大海一样的 那么就要随缘了 是非只能让你增加烦恼 不能让你增加智慧 所以破无名就是一种智慧 破无名就是一种般若 那么怎么样能够破无名呢 就是心要正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心正佛作主 对不对啊 心不正魔作主 你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心正呢 正能量 永存 就是菩萨的思维在你心中 比方说 菩萨的思维 把人家 尽量 用慈悲心去对待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